老公,你明天把情人带回来吧 老婆,你在胡说什么呀 不要再装了,你就把他带回来吧 你什么都知道了吗 是的,我都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老婆,既然你都知道了 你就不生气吗 你放心,我不会生气的 也不会把他怎么样 老婆,谢谢你 第二天,老公竟然真的把女人带回了家里 嫂子,你好 我是跟他在一个公司上班的同事 我已经知道你们俩的关系了 不用再瞒我了,你跟我进来一下 随后女人就跟妻子去了房间 我想跟你谈谈 希望你能毫不隐瞒地与我交流 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你很爱他吗 是的,我很爱他 那你知道他的饮食习惯吗 你知道他不能喝酒吗 这些我知道,所以我包里都带着药 他喜欢吃什么,不爱吃什么你也知道吗 我知道,现在正在学做他喜欢吃的菜 你能一直这样对他好吗 肯定的 那你要答应我 往后一定要好好地爱他 好好地照顾他 嫂子,你这是怎么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过几天我就准备离开他了 也祝你们幸福 你这又是何必呢 他已经不爱我了 我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 只要他能够幸福开心 我离开没什么的 嫂子,对不起,我 好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你要好好地照顾他 他爱的是你 他跟你在一起才会开心 我等一下就整理一下 过几天就会离开 嫂子,实在是对不起 没关系的 只要你们俩在一起会幸福就好 好了,你先出去吧 他在外面等你很久了 三天后 妻子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 去了一个没人知道的城市 你们觉得妻子做得对吗 你怎么会有事呢 我现在看你今天是什么 都会有事呢